这是一个被封存了50年的时间胶囊 里面记录着孩子们对未来世界的畅想 然而只因他的出现 却揭开了一个令全世界都毛补随然的秘密 随着时间胶囊的开启 老校长开始随机分发信件 每个孩子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内服 有的上面画着火箭 有的则是对未来科技的奇思妙想 唯有这个名叫凯乐的小男孩 分道的却是一张写满密密麻麻数字的纸杖 可就当他拿起仔细端向时 突然就感到一补寒衣袭来 只见不远处一个神秘人正紧紧盯着他 并且脑海中还不断回想起奇怪的声音 但就在眨眼的间隙 神秘人却又不见了踪影 不过凯乐并未多想 回家便将纸张交给了父亲凯奇 而作为麻神理工天体物理学教授 凯奇本就对数字天生明感 随即他便将一串数字抄写在黑板上仔细研究 经过反复排序和重拒 凯奇得到了一段熟悉的排列组合 9110 12996 于是他将这串数字输入电脑查询 结果却发现这天竟是震惊世界的911事件 而后面的2996又恰好对应了死亡人数 凯奇顿时就被震惊到了 难道世界上真就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但作为无神论者他自然不信 于是他将那些数字全都抄写下来 然后在一一排序后输入电脑搜索 结果却是无一例外 每一串数字都对应着全球50年内知名的大灾难 并且就连死亡人数都完全吻合 其中也包括当年他妻子惨死的那场灾火 这样的准确度简直令人毛补所远 而最后还有这三串数字 则是代表着最近几周将要发生的重点在内 凯奇顿时就慌了神 第二天他就找到天文馆的好友分享这一发现 而其中的一串数字则预示着 明天将会有81人死于某场重大事故 听闻此话的好友顿时效果 认为这肯定是个恶作剧 是凯奇因为失去妻子而变得极端 见凯奇仍旧那么执着 好友指着那些没有圈起来的数字之物 那这些又代表了什么呢 凯奇顿时欲似 因为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恶 见昔日老友都不相信自己 凯奇只好独自去寻找答案 于是他找到了当年的老师 打听写下这串数字的孩子下落 老师回忆说 当时小女孩行为非常怪异 别的孩子都在纸上画着对未来的想象 而他却像着了魔一样疯狂写着数字 甚至连老师叫他都没有反应 直到强制收走纸张他也才被拱了下 之后便到了学校庆典的日子 他们将孩子们对未来的畅想都放到了里面 其中就包括女孩写下的数字 可当晚女孩就不见了踪影 直到老师搜遍了整个学校 也才在一个地下室隔间找到他 而此时女孩却是双手都沾满了鲜血 门上还留有他用指甲抠出的血迹 不久女孩就因精神问题再没来过学习 而在几年前他又不幸离世 线索再次中断 为了验证预言的真实性 凯奇一整晚都在关注着全球的灾难报道 但却并未出现预言中的场景 等第二天他从睡梦中醒来时 已经错过了接孩子放学的时间 此时外面正下着大雨 道路拥堵不堪 凯奇随即拨通电话 想要为之前的事向好友表达歉 或许真的是自己太敏感了 这时他无意间瞥了一眼导航 看着上面的坐标 凯奇顿时就想到了什么 当他拿出那张纸一看 居然刚好与导航上的经纬都一致 原来那些无法解释的数字 居然对应的就是经纬 凯奇顿时就慌了 难道前方堵车时发生了重大事故 于是他当即走下车去 向交警询问堵车的原因 好在被告知不过是一场 普通的交通事故 然而交警刚说两句 突然一脸惊恐的转身就跑 这是一场50年前 就被精准预言的重大飞行事故 一架满载81元的客机 在划破高压车 正急速向着跑去坠 伴随着今天的爆炸时 整个现场火光通天 见到这一幕的凯奇顿时慌 事故竟和50年前的预言出其一致 机上乘客基本全部遇难 就连侥幸逃生的还是被大火吞吹 一定要凑够数字上的81人 凯奇感到深深的无力 尽管他遇见了这场灾难 但却根本无法阻止 看到新闻的好友连夜找到凯奇 如今他已对预言深信不疑 但凯奇却开始怀疑自己 因为从儿子拿到数字 以及自己路过事发地点 这一切实在太过巧合了 冥冥中似乎有股力量 在引导他阻止灾难 而根据预言所指 几天后的事故将上升到170人死亡 凯奇暗暗发誓 一定要阻止这场人间悲剧 然而就在当晚 诡异的事情再次出现了 那天的神秘人突然出现在儿子房间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凯勒惊恐地看到外面正燃着熊熊大火 万物在火焰中化为灰烬 好似整个世界都迎来了末日 凯勒崩溃的尖叫声顿时惊醒了凯奇 等他赶到现场时 儿子正惊恐蜷缩在脚落 原本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恶梦 可突然间 凯奇竟透过窗户看到一个神秘人站在外面 以为是家里被贼人惦记上了 他拿起棍棒就追了出来 可神秘人却早已消失的不见踪影 一连串事件让凯奇顿感心力焦脆 但为了弄清真相阻止灾难 于是他又找到了预言家的女儿安娜 起初两人聊得还算投缘 然而当凯奇表明身份并询问欺慕今时 安娜却显得异常激动 即便凯奇警告他下一场灾难将导致170人死 三天后还会有33人遇难 安娜仍旧不为所动 拉着女儿便急匆匆离开了此地 无奈凯奇只能另寻她法 明天将会有重大的恐怖袭击 让他们从午夜开始一定要加强戒备 第二天当凯奇赶到现场时 发现警方虽然有所准备 但却是寥寥数人 凯奇愤怒地上前质问警察 不料这些警力根本不是为袭击准备的 而是想逮捕凯奇这个造谣分子 于是在经过一番追逐后 凯奇巧妙地来到了下方的地铁站 这时他看到一个形迹可疑的男人 凯奇先入为主 认为此人就是引发灾难的源头 可当追上以后才知道 对方也只是一个卖绿色光盘 然而就在此时 预言中的灾难又一次降临 只见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失控 凯奇嘶吼着提醒人们躲递 但却为时已无 巨大的列车犹如此在反抬身空中 仅仅一瞬间 整个现场就已死伤无数 凯奇又一次死里逃生 他绝望无助地走在人群中 自己明明预知到了一切 但却又无力回天 而就在当晚 安娜却突然找上门来 原来她的母亲曾预言在这场事故的三天后 也就是10月19日安娜也将死去 而这也是她对预言抵触的原因 但接连发生的事情 也让她不得不相信母亲预言的真实性 于是在她的带领下 一家四口来到了母亲生前居住的小屋 这时安娜发现代表死亡人数的33非常奇怪 不像是数字 反而更像倒过来的字母一 但是两个缩写的字母一又代表了什么呢 随即他们又来到小屋屋探查 发现墙上贴满了这50年预言中的灾难报道 还有一张看似十分诡异的太阳神仙 从安娜口中得知 母亲生前时常看着这幅画出神 很快凯奇又有了更为惊人的发现 原来那个翻转过来的一字代表是所有 而这就意味着 三天后的灾难将会彻底摧毁整个人类文明 也就是说 世界末日来了 这个男人一把掀开怒床 结果竟发现了一个令全世界都毛骨悚然的秘密 原来那两个倒写的一字不是33 而是代表着所有人的意思 这也就预示着 明天将是人类的末日 正当两人对此不知所措时 外面突然传来急促的鸣笛声 突如其来的响声让两人赶紧跑步 等他们赶到时 发现凯勒正在疯狂的暗闹 原来在他们走后不久 就有几个神秘人突然现身车前 并且还用耳语告诉两个孩子 要带他们去往一个安全的地方 看着惊恐的两人 凯奇封了一样的潮丛林追据 直到一个被对他的神秘人出现眼前 但无论凯奇说什么 始终得不到对方回应 然而随着神秘人缓缓转过身来 顿时一道耀眼的白光 从他肯定变化 凯奇瞬间双目失明 等他恢复视力时 神秘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此人到底什么来头 他们无从得知 眼下最重要的是验证末日是否成真 但他们却不知该从何查起 就在这时 凯奇看到小女孩在一张画上涂鸦 而这张画正是安娜母亲 时常凝视的那张 当凯奇看到上面的太阳神时 她一下就想到了 自己关于太阳药般的研究 超级药本 她所释放的辐射波 足以瞬间杀死所有地球生物 而先前的飞机坠毁 地铁轨道失控 也都是少量太阳药般 扰乱磁场所者 凯奇绝望至极 既然无法阻止末日到来 为何还要让她知道这些预言呢 或许那张纸上会有最终的答案 这时她又突然想到 小女孩曾在木门刻下部数字 这会不会是给他们最后的指引呢 于是一家人急忙来到学校 顺利找到了那扇木门 但安娜并不理解凯奇的行为 她认为躲进防空洞 才可能获得一线生机 然而凯奇却将希望寄托在数字上 在铲除上面的油漆后 凯奇成功找到了 安娜母亲写下的数字作妙 或许这才是他们唯一的避难所 可安娜根本不信 这串数字能救他们的命 早已带着两个孩子离开 可当她来到加油站加油时 之前的神秘人居然再次出现 安娜只能眼睁睁 看着两个孩子被带死 情急之下 她抢来一辆车就追了过去 母亲的预言又一次精准应验 等凯奇赶到时 却为时已晚 两个孩子也不知所踪 于是凯奇根据预言指引 一路来到了坐标目的地 想不到这里竟是安娜母亲居住的小屋 当她来到一处满是鹅卵石的空旷地带时 发现安娜被抢的小车也在这里 两个孩子也在此刻安然无恙地走出来 而从凯勒口中得知 眼前的神秘人并不是坏人 而是带他们躲避末日的外星来客 但作为无神论者的凯奇自然无想 可就在这时 凯奇顿时被惊得哑口无音 直到此刻 他也不得不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原来在50年前 外星文明就预测到了地球的末日 于是便通过神秘代码向人类发出警告 现如今人类命运已岌岌可危 外星文明也才出现拯救兵临灭绝的人类 两个孩子也就成了末日下的幸运 随着飞船缓缓降落 凯勒想要带着父亲一妻子 可却被外星人拦了下来 因为只有那些听到召唤 被选中的人才有资格离开 最终在父子俩生离死别过后 外星人在着人类文明最后的火种 离开了这个星球 看着他们渐渐消失在夜空中 凯奇知道 自己也是时候回家了 此时整个天空不再是该有的蓝色 而是诡异的红色 上空的臭氧层也正在破裂 在意识到世界末日的到来后 整座城市都已乱作一团 人们有的绝望 有的迷茫 有的展露出了原始的兽星 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凯奇也不再逃避 他选择与家人度过末日下最后的温存 而随着太阳药般的暴发 毁天灭地的大灾难 瞬间横扫了整个人类文明 此时在地球的另一段 两个孩子正在迈浪中肆意地玩手 人类文明的火种终将得到延续